說這麼快已經清潔了泥頭 最後就要倒閉地 要不然一刻刻刻做投訴 就沒辦法做事了, 是不是嗎? 是呀, 所以多少人找我們? 接著呢? 小子 你沒事吧? 幸好沒電話, 還行 就這樣就走 踢球, 散多人道歉也沒有聲音 這麼大個球飛過來 瞞幾個都見到了 對呀… 繼續… 別管他 想拿個球, 向我朋友道歉? 你瘋了嗎?不說了吧? 這個球就做了你們散多人的證據 我去找你們校長 不好意思, 我們的東西會放在這裡 待會回來拿的 好, 沒事, 隨便放在這裡 謝謝你 不用… 幸好真的沒壞 拍不到下次, 也不急 什麼? 早點拍完放在網上 人家看不就當宣傳 若人訂閱, 隨時有錢賺點 當然是早敗早著 是不是真的有用? 上次影片多過之前 影片一千多人 訂閱人數更多一千 這次的目標是總人數過三萬 那人會收到很多錢 最重要是讓我們多人認識 生意就會好一點 搞戲班的錢自然會多一點 這樣才對 海叔見你賺錢這麼有計劃 一定不會再餓你 我沒有計劃嗎? 將來生幾個 送去哪一家學校讀書的 想好了 誰說跟你生呢? 不生嗎? 好虧的, 什麼都分小飯 那你分給我豈不是好嗎? 我分給你豈不是好虧嗎? 我虧了一輩子給你, 你虧了一點 是不是不甘心? 甘, 甘 我忘了, 我忘了 我記得, 稍後把泥泥汽車載回衣箱 去那個倉庫裡購買 衣箱道具這麼多, 是不是都要走兩趟 上次走多一趟, 今晚就不上去 上次失滿整輛車 要特意再開一趟, 只拿衣箱 當然是這次先順路 可以省點有錢 不上去, 待會兒再開一趟 怎麼搞我的事? 什麼東西是你的? 什麼東西是你們的?我們不知道 有射你的名字嗎?那叫龍脯尼 不如你去吧, 去吧, 去吧, 去吧 好 我手上的東西代表著一個粵劇老官 半生人的心血和成就 代表了他的尊嚴和輝煌 不是你們隨便可以拿來玩的 等下, 剛才的身手不錯 這是什麼功夫? 我們這些不是功夫 我們這些是功夫 是用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功夫來練的 叫功架, 粵劇功架 不如教他們吧, 好 我入門師父第一樣教我的 是學演戲, 先學做人 你們幾個連人都做不好 何時是演戲 你跟他們說這麼多都不會明白 走吧 師父… 剛才我們不對, 別放在心裡 我不應該拿你的衣服來玩 我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 這次不一定要做生意的 我發現現在的學生對漁劇很有興趣 現在的小孩, 卡拉OK也不唱了 又怎會有興趣跟你唱粵劇呢 跟豬佬喝完茶回來, 還吃飯嗎 你也知道喝完茶了, 又沒吃 你喝完茶了, 喝完茶了 不是啊, 爸爸 現在有些劇團會去學校教學生做大戲 推廣粵劇之餘, 還可以賺學費 那就三分鐘熱度吧 年輕人貪新鮮很平常 他們對大戲沒有興趣 是因為覺得不好玩 如果他們覺得好玩… 不, 粵劇不是用來玩的 粵劇是傳統的文化 是一代一代承傳的心血 找那些小孩玩玩玩來搭台板 簡直是沒用 不是啊, 大人 謝謝… 做事當然要認真 你朋友給阿東那宗生意 他很聰明 人家說他做得好, 還要給他一宗 是嗎? 看熱 我用心機, 能發展 你好, 各位聽眾, 大家好 Karen今天病了, 由我代替她 到底她有什麼病? 你說二十多歲的女人有什麼病? 就是熬到病了 那個臭妹妹, 經常喜歡攪拌 讓我播出一首歌給她聽 小豐, Karen姐打你 去接你 各位聽眾 Karen現在早上回來 不如大家一起聽聽她有什麼說 怎麼樣?好一點了嗎? 是不是很想念我? 是呀, 很想念你 你再胡說話 別捨自意我請你吃替空飯 行… 你喜歡我說什麼, 我就說什麼 你吃了進來, 有沒有好一點? 不舒服就多睡覺了 不過不動又好像不太好 男朋友在你身邊嗎? 要不叫他幫你做多點床上運動 你不要在我節目裡胡說話 你再胡說話, 你是否想激動我胃病復發 你想了去哪裡? 我打算叫他幫你壓下腿 是動手腳而已 好, 你說你還好嗎? 看來你們的感情也不太好 我和我男朋友的感情很好 他知道我病了 所以特地佔我到他家裡照顧我 你說的男朋友是否我認識那個? 同一時間, 我只有一個男朋友 他的性格我知道 他這麼挖強, 又喜歡說原則 會這麼細心, 看碟照顧你? 他也有溫柔的時候 鄭先生 麻煩你, 一杯凍債啤 來了嗎?怎麼樣? 進正題吧 電台母親節特備節目, 受主題招 不知道你寫好了嗎? 有寫完 其實首歌的《Dead Night》 已經過了期很久 所以我今天才約你出來 郭哥有詞, 約你出來有詞 對不起也沒有句話 你現在叫我怎麼交代? 不是你突然約我出來 今天首歌應該寫完 那時候?我真的想死 不過幸好他拿了一首曲譜 和歌詞出來 不行, 你怎麼勾引人? 眉頭眼壓要有眉態 你現在按後琴, 離過 不行, 你現在走得像個小姐 你看到我像個妖精, 離過 最初我聽首歌的時候 的確覺得首歌是說愛情故事 但到了第二段 我才發現首歌真的說沒有愛 媽媽愛護兒女的感情 是一樣那麼纏臉, 這麼黑骨銘心 由出門口到現在, 我終於都想通了 沒問題吧 現在就like和subscribe TVBUSA的官方頻道 就可以即時收看更多的節目精華片段